本局兩位同仁今天早上在執行一件一般的救護勤務之後 大約九點多的時候 接到衛生局醫療中心通報說 我們在送的患者是屬於新冠會員的確診個案 兩位同仁立即配合醫療中心來進行PCR的檢測 結果都是陰性 那目前這兩位同仁在防疫旅館隔離當中 另外本局在第一時間也立即依相關的應變機制還有程序 迅速完成分隊、聽射、救護車等等的傾銷 還有釐清接觸的對象 並通知這些對象實施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所有這些對象我們也已經通知今天下午完成快篩 那後續我們將持續的掌握這些同仁的健康狀態 最後本局已經針對該分隊的勤務、業務完成適當的一個調整 那除了室內性質的緊急救護 由臨近分隊來支援之外 那區域的包括救災、救護 這一些勤務都還是可以正常的來執行 室內性質 邀請